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明没怀孕 这不是骗人吗 那我们还是搬走吧 不 咱们这就搬 我再不想见他们俩 你也别想那么多 孩子也是一番好意嘛 哪有哪真是开玩笑的 怎么想的呀他们 亏他们想得出来 快点把咱家那村子给我呗 快点 不是 你要存折干什么呀 前边那条街那老刘去 他那店铺不干了 准备转出去 我说把他那个店给他盘过来 不是 你盘老刘那店干什么呀 咱们家这一个店就足够用了 不是 我想吧 就再开一个卖木地板的店铺 卖地板 你会吗 那个 那又啥不会的呀 昨天晚上我这一宿就没怎么睡 我就寻思再开个什么店 你想啊 你说来咱们家这买窗帘的 这很多都是需要装修 这卖木地板 这更是搞家装的 你说咱们开两个店面 把这边的客人介绍过去 我再把那边的客人介绍过来 这两个店又不费什么心 你说两个买卖 这不两个收入吗 爸 妈 咱们晚上别做饭了 出去吃吧 走开 好嘞 真好看 芬芬 笑一笑 芬芬 多可爱啊小芬芬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你看她才几个月 聪明得不得了 将来一定比我们男的还聪明 芬芬 芸芸怎么还没回来啊 早的呢 到点了 快吃了 等等 来来来 你坐下 她怎么还没回奶 回奶 我是说呀 这上了班啊 就得把奶给回掉了 啊 没有 她买了一个车仔小冰箱 随时积奶随时冷藏 把奶放在冰箱里边一天 那还能新鲜吗 那母乳贵在新鲜 怎么不放冰箱里呢 好啦 好啦 我妈吃奶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慢一点 你小心点 真是孩子们找过来了 你去开门去 妈 妈 妈 你们怎么又搬回来了 可可啊 你回去吧 不要再劝我们了 我们是不会搬回去的 可可 你先回去吧啊 你们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 我真的是想让你们回去住 才这么说的 你别生气了好吗 妈 我向你们道歉 你怎么能拿那么大的事 骗我们呢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们的 我是实在是想不出 其他的办法来了 我觉得你们不能住在这儿 你看这环境这怎么住啊 你们就跟我回去吧好吗 我我错了 我向你们道歉 爸妈你们别生我的气了 就回去住吧好不好 可可 你不要再说了 我和你妈呢 没有生气 不是因为那个 这个搬出来呢 也是应该的 这个我和你妈早就定了 妈 回去吧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 什么都影响你们俩 回去吧 可可 回去吧 我回来了 今天还挺早的嘛 妈你也在这儿呢 累死我了 今天我所有的货都订出去了 还有三香明天去做 快喝点水吧 来 樱头小丽 你说什么 对 我那是樱头小丽 哪能和你这高贵的工作相比啊 您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李南 我就是囤白菜去卖 也要成为卖的最好的那一个 干嘛呀干嘛呀 生意那么大干嘛呀 我说一句话 你等着十句来回我是不是 好了好了 南南你就别说了啊 盈盈刚下班回来 那么累了一天 就别说了 盈盈啊 南南她不是那个意思啊 她是想说啊 别不分轻重 为了赚那点小钱 耽误了大事 不分轻重 我的重就是不求上进 当了一个家庭主妇 那是正经女人干的事啊 不什么叫正经 行行我不跟你们说 你们这一家人我说不过你们 你们这种我已经见识过了 好吧 什么叫我 你们一家人哪 这孩子 她难道不是自己家人吗 哪里 也不知道她都想什么 好了好了 来 翠兰 坐在这儿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 我看呢 盈盈是得了产后忧郁症 产后忧郁症 是啊 你不知道 很多女人啊 生了孩子以后 多多少少的 都有点产后忧郁症 尤其是80后的这些独生子 做了妈妈以后啊 这种症状就会更严重 你看 以前呢她们都是孩子 一下子做了妈妈了 有一个宝宝在依靠着她们 她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会儿啊 担心宝宝生病 一会儿担心宝宝这个 担心宝宝那个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担心经济问题 我看盈盈啊 就是想的太多了 所以啊 她在想拼命地干活 挣钱 这样她才觉得踏实 你还挺理解她的 我这是在网上 网上 不是我 我是今天上午啊 我在想 我当时生男的的时候 那个心情 这样吧 你就不要生气了啊 我进去劝劝她 老婆她 你才回来啊 赶快把爸妈请回来去吧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说这不是办法吗 都怪我 主要是因为 后续事情没处理好 你怎么处理早晚都会穿帮的 我去穿帮回来 我也带你一起去 你别去啦 你带着留着 我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进去呢 你不能再给你 说些乱七八糟的怎么办 哎呀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啊 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进去呢 这个我也想过 可好多时候 我都是身不由己 不趁着年轻的时候打拼 等到到老了 我想拼也没有那个力气了 我也想和宝宝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我总不能到老了 还去拖累孩子吧 行了行了 你说的这些啊 我都能理解 哎 这样 明天是周末 我带你去那个育营中心 去看一看 在那儿啊 你可以学到很多带宝宝的经验 可可是不该骗你们 他编谎话骗你们 确实是他不对 但是他 他的用意是好的 不是 你们 你们住这儿真不行 晓鸥 你坐下 你回去吧 不要再劝我们了 这个事 我和你妈已经想了很久了 你不要怪可可 这个事跟可可没关系 跟谁都没关系 这是我和你妈决定的 庆庆母说得对啊 那个房子 本来就是 买给你们小两口的 按理说 这个钱都应该 由我们家来住 可人家庆家出了一半 这已经很照顾我们了 我和你妈才搬过去 确实不像话 不像话 这过日子啊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总住在一起 确实不太合适 你们俩结婚了 也该过你们俩的小日子 我们俩就这儿过我们的 挺好 你们老管别人说什么干什么呀 我是你们的孩子 孩子养父母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有什么可争的呀 回去回去等我回去 好吧 你给我坐下 儿子养老子是天经地义 可人家父母替自己的女儿着想 就不是天经地义了 你别忘了 那房子人家是出了钱的 什么叫吃人家嘴软 拿人家手短 你要是还想让你爸你妈要这张老脸 你就给我回去 你这么沉 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吗 我知道 你想让你爸你妈过好日子 过舒坦日子 可这人心里都舒坦才是真正的舒坦 你让你爸你妈非得回去 我们心里不舒坦 你去忙啊 行 那我回去了 你们在这儿住一吧 但是 我肯定能让你们心安理得个搬回去 我爱你 爸妈不肯回来 是不是因为我假装怀孕的事 别提这事了 以后都别提了 睡觉干净的 睡觉干净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爸妈请回来的 不用 我自己会解决 也应该由我来解决 还有修改的地方 那好 那咱们明天再见 修行 你来得正好 我正找你了 介于你这段时间的出色表现 我准备在下次的公司大会上 破格提拔你当我的助理 我已经闹了 真的吗 你算了吗 你去下床 决定是你 我身上的 我实际上Ö 邀请客的啊 申请调到市场 我能问问理由吗 许航 不许航 虽然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 但我一直十分看重你 也很欣赏你的才华 而且就段时间 我们相处打算愉快吧 梁总 我 我从这儿调走其实 跟你没有关系 我主要还是因为 我个人的原因 什么原因 我需要钱 钱 没错 在市场部干得好 会比在设计部挣得多 但你应该明白 你更适合做什么呀 其实在很多市场面前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也谈不上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这么说你决定了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其实呢 我早就猜到 你会干不成 原因是你太坚持自我了 但我没想到 你会要求调到市场部去 好吧 不管怎样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 许航 不要迷失自己 也不要枉费自己的才华 你看 范范来这儿 一定会开心 你看 多好啊 你看这儿 这儿小马桶 这个很人性化的 要不我们先坐下来 考虑考虑 去 妈 我觉得这儿好是挺好的 但就是太贵了 这一个月就得三千六呢 什么叫三千六啊 你看清楚了 三千六是二十六天 一个月要四千二 四千二 我家里请的是二十六天两千八 是这个 一个月大概三千三 妈 你家里都请好运营走了 我都请好了 就等着你把翻翻送过来了 这有点太突然了 我一下子还真觉得有点舍不得 舍不得 那你忍心啊 盈盈啊 你既然想上班 你怎么忍心 不管孩子 全部都交给刘翠兰 楠楠是三岁离开我的 刘翠兰也是第一次带这么小的孩子 她看过一本御营书吗 人家御营嫂 他们一天什么都不做 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他们不仅用科学的方法 来照顾孩子的饮食 还用科学的方法啊进行早教 开发智力 我觉得挺好的 盈盈啊 我上次给你的回奶药 你吃了吗 你赶快想一想啊 把药吃了 把范范啊 赶快给我抱过来 啊 看你呗 我听说啊 这个儿子从设计部调过来的牛人 听说啊 在设计部还挺好的 是吗 设计部调过来的红人果然是你啊 为什么到这儿来 非赚钱呗 好 实在 你看这儿的人啊 一个个都说着 我们的视线自我价值 我扯淡了 说白了就是一个字 钱 我现在啊 还是得一心奔着我自己的前途 前途 这也对了 那你先收拾他 有什么不懂分就问我啊 哎 我还真的想一起调 我刚到这儿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音学特别简单 这儿呢 不想射击 不堪在乎 只要勤奋 十个单子里面啊 有可能只能乘一个 但是这十个单子呢 都对单子能成了巨座 而且还得努力去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脸皮得厚 别人说什么别听 要不然生气的只有你自己了 嗯 音乐 喂 妈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哎 我昨天进去七小县 你放哪儿了 不是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你七小县在后边呢 在哪儿呢 嗯 不是他爸你先别忙了 你坐那儿喝口水再走 你喝什么水啊 你甭管了 你慢着点啊 没事 喂 妈 我爸干什么呢 你爸这不拿了提脚线 匆匆忙忙就走了 提脚线 你爸盘了个铺面 卖地板的 这是正稿装修呢 昨天晚上就住在那铺面里了 我爸瞎折腾什么呀 他都这么大年纪了 他还干什么呀 你爸听说 你刚出月子就那么辛苦 想赚点钱帮你啊 我 我听着呢 我听着呢 妈 那 我先挂了 你跟我爸说 让他自己注意身体 别太劳累了啊 我挂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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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先来 哦 好 tällSarf 喂 我想通了 把范范交给你吧 老公 你干嘛呀大玩意子 把裤子穿上 晚上凉啊 你看我一眼吗 你看什么了 都看了一个晚上了 这广告有什么好看的 我得了解一下市场 今天回来得早 赶快回去睡觉吧 你先睡吧 我再看会儿吧 真没劲 这破广告有什么好看的 你不懂啊 喂 您好 我们这儿什么都可以做 对 关键看您有什么样的需要 您可以给我们提 没关系 还不太晚 我现在就可以过去 那好 那好 那明天见 您贵姓啊 哦 好 好的好的 明天见 好的 再见再见 谁呀这么玩 一个伙 你现在还管广告投放啊 多接触一些呗 您好 您好 多基础对你的创作也有好处 嗯 走吧 睡觉去吧 嗯 走啊 走啊 嗯 你 你 你先睡我再看一会儿啊 真的 别闹 我再看一会儿 去吧 真没劲 哎呦 睡着你怎么还抱啊 我给他一发现他就哭 哎呀 你抱这么长时间不累啊 不累 不累吗 哎呀 那行 你啊 这么有心情抱孩子 那我去去买菜了啊 哦 梯没了 我帮你再买点猪蹄 我来炖汤吃 哎呀 慢点啊 妈 哎 好嘞 音音啊 嘘 老婆睡长了 音音啊 这是我请的运营嫂 苏阿姨 你好 你好 先请你把孩子的东西收拾一下吧 家里有人我也不方便收拾 什么东西都不用了 我东西都买好了 你们家那些东西啊 都用了那么久了 都不消毒 我还不放心呢 哎 在屋里边 怎么会包那么厚的被子啊 他奶奶怎么怕冻着他 哎呀 他呀 什么都不懂 那书里边写着了 孩子啊 宁可冻着饿着 也不能撑着捂着 你快 把他抱过 哎 等一下 让我再抱过他 亲亲的 哎呀 你看你 搞得像生死离别似的 行了行了 来 什么时候想孩子啊 再到我那去 啊 慢点啊 哎 我们这只手得拖住他的腰啊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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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着我就知道了 走吧 哎 哎 对了妈 方便的头有点偏左边 你让他睡觉的时候偏右边一点 好吗 这样就跟他们回救好了 我知道了啊 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哎 今天谢谢你了 哎呀 您别客气 这个都是应该的 我跟你说平常人想请 请您吃饭 不一定请得动 啊 其实这件事啊 说好办也好办 说难办 也挺难办 您您直说 其实 还看你了 我明白了 这样您啊 您告诉我 大概要准备投哪个时间段 提前告诉我 这样呢 我好尽早做一个方案 那这事就好办多了 那个下午啊 我要开个会 你看 这样您啊 我不耽误您时间啊 您看什么时候要走 您跟我说 反正我们的诚意呢 就是非常大 我们也特别想把这个事呢 能不能办成你知道吧 那这样我就先回去了 不是这 哎呦 那那行孙总 那我等您电话啊 孙总 慢走 走 你说我哪做对不起你的事呢 你说我改 你干嘛做那么歹毒的事 这算什么歹毒的事啊 你不就是把帆帆给她亲生奶奶 待一段时间吗 再说了 我是孩子她妈 我有这个权利 是 你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这么大的事 你应该跟我们商量商量吧 我觉得你这么做 有点过分啊 不是过分 简直就是下三类 行行行 我过分 你们想怎么处罚我都行 行了吧 奶奶 你去把帆帆给我接回来 其实我觉得 你说呀 我觉得 现在把帆帆送过去养一段时间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说什么 不是你看啊 盈盈不是说了吗 他们那边请了一个专职的育婴嫂 那带孩子一定很周到 是不是啊 你说你现在每天 没日没夜地带孩子 我真的怕你身体吃不消 她现在一天到晚忙的 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你要指望我 这问题是我不会呀 我什么忙也不让你们帮 只要你把帆帆给我接回来 以后啊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做家务带孩子 我一个人全干了 妈妈妈 我真的是怕您太累了 反正我觉得盈盈说的也 不是没有什么道理啊 我觉得现在你带孩子 这个方式有点不太科学 我带孩子不科学 怎么把你养大啊 你看你又来了 现在时代变了 什么都在进步 你带孩子也得改善改善吧 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现在 把帆帆送过去养一段时间 不是坏事 咱们家就可以好好消停一段时间了 就觉得日子真是把人给折腾死了 我不管 你就要犯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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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我记得了 那 Stefano 我想帮她 我那边 被告过去养一番 等我 我 在这边 早安 宝贝 跟手机是什么气呢 不是 你说这个姓孙的 咱是不是 吃饭的时候说好好的 你现在就不接我电话 你要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 趁早别干了 好了 振作起来 革命的路还很长远 是啊 早该做到这种心理转变了 干活 下一位 这就对了 你好 奥同管管公司续航 上分明天丢了是吧 我说我再给您两张 有广告方面的您您就找我 别跑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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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我来 我来 你没真不用 没没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公司真不要 我闲着眼睛 许航 我说你一个做设计的 怎么 我已经从设计部调到市场部了 你不做设计了 去市场部了 去市场部了 我说你们老板也太不会用人了吧 这不是大财小用吗 是我自己要来市场部的 你自己要来的 那这么说 咱俩还算是对口部门呢 不不不 你们是甲方 我们是乙方 完全不是一个阶级 都是自家兄弟嘛 有钱一起这样 你来市场部多久了 还真没来多久 算是刚来的吧 这个市场部的人呀 可是个个都很难挣啊 这可是一个 油水很大的部门啊 没看出来 我们公司每年 都有专门的宣传广告款项 现在呀 公司都很重视这一块 你们今天签公司了吗 还没有 你放心 我肯定第一个 向我们老总推荐您的公司 谢谢 谢谢 真的 我跟你说 你们要把业务包给我做 治疗我首先要保证 从这个制作到投放 每一项我都会自己盯着 而且我还要请你吃饭 吃大餐 吃 到饭点 我要不 咱们先挑一顿随便吃点 你挑 你挑 我行 我行啊 真的真的 真不想 我呀 一会儿还有个会 有些材料呀 我还得准备一下 有两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 那就改下次好不好 那行 那 那就回见 回见 回见 行 回见 电话联系 好好 电话联系 拜托 拜托 那我就不送了 好 别送 别送 真是 懂不懂规矩 张老板 叶小姐 这来送货来了 进去喝点水吧 不了 不了 我看你去西林 西林别送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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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子 出来帮个忙 来 二 三 好 谢谢 贵贵 叶小姐 你看啊 这狗狗还真是同人性 自从上次 你好不容易 把他找回来之后 就好像记住你了 每次你来都特别高兴 没心 没心 行 快去吧 您忙吧 好嘞 好嘞 我得赶紧去立正送货 好 你要去送货 我来 我来 好好好 来 我来 来一下 好 慢一点啊 你们回去吧 你们回去吧 好 慢点去 好嘞 要先说 我先让你走 来 你去家里 你快去看 你快去找 你快去找你 你别家说 我来 你快去还有 我也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儿了 你说 我有个客户是我的老同学 连他对我都支支吾吾的 我刚刚打电话 那就说一句忙着呢 就挂了 你老同学哪个公司的 茂德的 你说的不会是李明吧 你认识啊 吃过几次饭 他是你老同学 我们初中开始就一个班了 他昨天给晓琳签了 不会啊 他明明要跟咱们公司合作 他 他不找我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财务的人说提成都给晓琳了 那你说他这人要干吗呀 不是 那是他有问题 还是我有问题 你这个同学是不是太黑啊 你给他回扣 我比晓琳给他少 他把你提了 回扣 我公司不是不许 给客户回扣啊 小声 你不会连回扣的事都没提吧 你不提回扣人怎么给你签呢 那我就明换我给回扣 那公司也不追究啊 你傻呀 你给了回扣 你会把大家扔了吗 好了 回扣的事我们不在这提了 回头你跟客户吃饭的时候 在饭桌上 拿几个点跟人说明白了 这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你不给回扣 人凭什么跟你签 凭什么 再说了 人家也是靠这个拿油水的嘛 都不容易 不容易 这样吧 晚上我有个饭局 你跟我一块去 去议会你就明白了 别别别 那那不好 你说咱们这个部门 都是各干各的 那客户都 护着呢 玩自己琢磨吧 晚上等我电话 走 回来了啊 妈 看什么破广告看入神了都 奶奶 奶奶 把杨慧玲家的地址给我吧 妈 你要她家地址干什么呀 我去把帆帆接回来啊 妈 帆帆又不是送人了 你招那个急干什么呀 就让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吧 等过一阵的帆帆回来了 长大了 也好带也好玩了 你说是不是 你以为杨慧玲会主头 把孩子交回来呀 当然了 她是为了弥补 你小时候不在她身边的遗憾 所以才把帆帆抢过去的 帆帆送不送回来 是我们做父母的决定 是我们说了算 她杨慧玲如果真不送的话 我也会就把她接回来的 妈 妈 你看你现在 跟燕莹两个人闹的这关系多僵啊 之前你们俩人多好啊 就跟青年俩似的 其实我这回 同意把帆帆送过去呢 也是想缓和一下 我们家庭的这种氛围 只要你把帆帆给我接回来 我保证 以后咱们家呀 要多缓和有多缓和 要多融洽有多融洽 好吗 妈 妈 妈 稍微再住那么一段时间 好不好 我们也好 清静清静 冷静冷静 妈妈求你冷静 你就把她的地址给我不行吗 我想翻翻都想疯了 我就去去看看她 我就看看她行不 好好好 妈 如果你真的想去看的话 等过两天休假 我带您去 您自己一个人千万别过去啊 又怕过去 你们又炒翻天了 妈 还没睡呢 怎么这么晚啊 吃饭了吗 没吃了 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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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去 那怎么办 回去要去 都 都走了 都走了 都走了吗 走了 那包饭户也走了 走了 走了 看见没 这单基本上就成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什么谢 提升一万块 咱俩一人一半 不是 这 这 这钱我肯定不能用 我跟你说 没有你我早喝惯了 怎么样 吃吧 来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干嘛呀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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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一百遍了 裤子脏不胃膳 就 我就趴会儿 你又喝酒了对吧 我陪客户吃饭 你是陪客户吃饭 我就奇怪了 你以前不是不喜欢这些应酬吗 现在怎么回事啊 听听吃吃喝喝的 我明天晚上还有一波呢 明天晚上还有一波 你明天晚上还有一波 你明天要是不回来吃饭 我也不回来了啊 本来今天就是想去给爸妈买点东西的 还不是因为陪你 你爸妈我爸妈 你有没有良心啊 当然是你爸妈了 你不知道他们那边买菜做饭不方便啊 那不是 还是你最有良心的 不不